你是怎么想的呢 你真打算 让他跟你过这样的日子 你真打算让他自己 串钱养活在自己啊 你总说你和陈欣一起长大 可你怎么一点都不了解他呢 他跟你不一样 你是贵公子 动辄就说家庭 说人脉 他不一样 他有钱了就敢花天酒地 没钱了呢 也能撸起袖子骨干 什么样的生活 他都能过得有自愿 他跟我一样 是打不死的小桥 所以 别用你的心思去揣测他 我的女朋友 肯定是我最了解的 虽然你不接受 但是我还是要 以他男朋友的身份 向你说一声谢谢 辛苦你了 佳佳 这么大的钻石剂子 好漂亮啊 你们看 这么大 好漂亮 谁送的啊 谁送的呀 这是我男朋友送的 好羡慕啊 有个对你这么好的男朋友 那是 聊聊天而已嘛 说不过就走了 至于吗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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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漂亮 昨天一个女同事 买了瓶鲜香粉在我身上 不能开玩笑吗 你不相信我 那 莫小宝来家里修这款 我也没不相信你啊 你干什么呢 你是不是又在问我身上 有没有香声啊 有吗 喂 你又怀疑我啊 陈光 对不起 希希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不上班在家就算了 你整 你整天都是想什么呢 开始 真杀起我来了 我没有 你没有什么呀 我整天为了这个家 在外面忙死忙活的 怀疑我现在 我还这么大 真好看啊 太爱了 命真好就说了 好了好了 我这样看我 我呀 平时最讨厌被人骗了 谁要是送我一个假钻石 那得多丢人啊 所以呀 我车上常常备了一个检测笔 要不要给你测一下 你说什么呢在这 怎么可能是假的 佳佳 给他验 拿来 验就验 拿去吧 好 大姐 你这个钻戒 是假的 怎么可能 不可能是假的 我都说了这是假的 这是莫丧石 样子跟钻石差不多 但是价钱可就差多了 不可能 怎么可能 这是他的订婚戒指 你再给我验一下 不用了 我都收了一柜子的假货了 这要是测不出来 我还怎么混呀 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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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姐姐 你在哪儿啊 我想让你带我出去兜兜风 我在工作呢 不过你可以过来找我 你在工作 对啊 我把酒店地址发给你 你过来再说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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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怎么了 心情不好 跟口号吵架了 别跟我提狂 来 喝点 宝贝 这酒得醒醒 可以啊 我们堂堂陈大小姐 开始自力更生了 你再说一遍 好 就你刚才那话 你再说一遍 我说堂堂陈大小姐 开始自力更生了呀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我怎么那么喜欢这个词啊 早知道自己赚钱的感觉这么好 我早就不靠我爸了 省了他老用廷卡来威胁我 臭老头 你这是什么笑声 怎么这么不屑 我哪有不屑 我只是真的很羡慕你 哎 你说啊 一个人的出生是改变不了的 你看看你 韩日金汤石出生 这个金汤石就会跟着你一辈子 虽然你说你现在不想靠你爸 但是陈敬业他就是你爸呀 等你哪天自力更生累了 你还是可以做回你的陈大小姐 不是吗 所以你的这种自力更生啊 和我们这种为了一顿饭 一个窝 要努力拼搏的人 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那不一定 我爸逼我跟郑权分手 反正这次 我说什么也不会向他低头 那是因为 你们现在感情好 还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 那如果说郑权他总是骗你 也不给你未来的希望 你还会这么坚定吗 那得先搞清楚 他为什么骗我呀 骗都骗了你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 挣钱有时候也会骗我 我当时是生气 可是后来想想吧 其实他挺幸福的 在爱情里面 哪说得那么清楚是非黑白呀 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 爱情其实一开始就是欺骗 有的人被骗了一辈子 也就幸福了一辈子 有的人中途发现了 也就分手了 最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心甘情愿被骗的 那如果 连订婚钻戒都是假的呢 他没有送我订婚钻戒啊 我说如果嘛 那肯定不行啊 而且是果断分手 我可以接受平凡的小日子 但是绝对接受不了 那种虚伪的浪漫 恐慌送你假算钱了 没有 我没说他 我是说我拍戏的时候 认识这个女孩 她跟她男朋友的事 那个妈吓我一跳 你们跪圈太乱了 赶紧圈那姑娘 早点分手吧 这有男人要不得 承信 你的工资 谢谢经理 加油 谢谢 怎么是你啊 我来接你下班啊 吓我一跳啊 你等多久了 稍微等了一会儿 我想给你个惊喜 所以就没问你今天下班 在这里早早地守株待兔 够狡猾的呀 那你昨天没吃到鸡蛋冠饼 今天我给你买了两个 你怎么啦 今天这么长呢 北洋的比赛就在下周 可是按照我现在赚钱的速度 就算一个月不吃不喝 我也赚过去打 我就比较甜了 我告诉你的事儿 我马上就要融资成功了 你怎么就能融资成功了 我呢参加了一个大学生创业的比赛 然后那些评委跟我说啊 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人 你创业 国家一定会大力支持的 真的啊 对啊 所以我打算把这笔钱呢 先借出一点来 给你买法国的机票 之后呢 再等工作室盈利了 再把这个钱给你帮回去 小杉心太棒了 不不不 我爱这钱 我爱这钱 我爱大钱 我爱大钱 我爱这钱 你呀 你就凭我买最便宜的机票 经济舱 侯眼横麦就行 你都说了一路了 真的有的这么激动吗 那当然了 李洋可是我粉了十年的赛车手 我怎么不激动啊 我骂他了呢 不在呢 我妈他们不在家 我们是不是可以喝一杯 庆祝一下 我希望呢 挣钱小朋友成功拉到投资 然后成功参注 成新小朋友去法国看偶像 走一个 小杰子 你那个创意策划书呢 给我看一下呗 我去哪儿 你等我一下吧 计划书来了 嗯 你吃 哈喽 宝宝们 你们好 今天呢 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 咚咚咚咚 你在家 干吗呢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还在直播吗 你要忙完的话 给我回个电话啊 小牛 妈 我可以买回家 你看看本人买了一大盒呢 所以啊 才会有这么娇嫩的皮肤哦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赶紧下手吧 小宝 浩子 你怎么在这儿 知情啊 你在这儿干吗呢 要账 这家店欠了我们家五万块钱 欠了好久了 这家店 走 我给你要去 有你穿这人衣服 肯定能要的 去 喂 忙完了 怎么办 怎么了 我的创业申请没通过 为什么 这次只有一个名额 还有一个项目 相对于我的工作需要更成熟 所以 我被通过了 没事 你别往心里去 再想想办法嘛 你的计划书迟早会被大家认可的 你那么优秀 而且我仔细想了想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想去法国看李昂了 真的 谢谢啊 谢谢啊 对不起 傻瓜 反正李昂现在已经付出了呀 我迟早能见到他的 好啦 别不高兴了好不好 要账 你看我们家现在也没什么生意 钱也凑不上来 要不再等等办法 可是这钱都已经欠了好几个月了 我们也真的需要钱去走账 那我没办法没有啊 谁呀 干啥呀 要账呢 阿姨 你们欠我们家钱 欠了好几个月了 这事情我不得了 别管我 夏宝 你这尴尬挨晚期就不适可要这样 知道吗 你是干啥 我是他朋友 我说啊 欠人家钱几个月不还 你好意思吗 五万块钱也不是特别多 我看啊 今儿就把钱还了吧 我没钱你让我拿什么还 你开个店五万块钱都没有 行 那一万块钱有吧 先还一万 你要是一万都还不出来的话 今儿我们就不走 给我钱 给我钱 你们坐在这儿我怎么 怎么做生意啊 快起来 一万块钱你都还不了 你还做什么生意啊 我看啊 赶紧关门算了 正好 让这来往的顾客都看看 看谁还敢来你们家吃饭 不行 咋的呢 咋的呢 快起来 快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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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打他 你还打他 你 听过来我脚被你冰了 你放你冻了 你给我提干 你吃饭 你把你吃饭 就是大个脸 都没有提饭 你放了 就是你 还是你 听过来我不起啊 我没动啊 你们别跃你别 好 裡面的菜 比較薄 放在煮上 放在煮中 鍋子 把油煮掉 咱们才9000多啊 喂 你好 是的 是是是 我刚才是在你们店退款了 不好意思啊 不是你们的东西不好 而是我最近特别需要钱 谢谢啊 谢谢你啊 真的不好意思啊 特别不好意思啊 谢谢啊 拜拜 穿着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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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总 七号飞巴黎的机票已经订好了 谢谢 其实这单生意不用您亲自去巴黎潭的 我知道 其实我也想出去散散心 听说那边是李洋的比赛 所以我也想去看看 好的 那我先出去了 好 欣欣 因为李洋付出 最近一周非巴黎的机票很难买 需不需要 我先帮你预定好 不用了 你不是一直想去看李洋的比赛吗 不用了 你不是一直想去看李洋的比赛吗 你不是一直想去看李洋的比赛吗 好 我记得你初中时候就特别迷李洋 别的女孩都分女团 分小鲜肉 只有你的房间里 贴满了李洋的照片 你还买了所有有她报导的杂志 甚至还为她学了法语呢 那时候 程伯父答应你 中考结束后 让你飞去巴黎看李洋的比赛 没想到 李洋突然退役了 其实 我已经帮你把票预定好了 我不想让你有遗憾 那这机票钱就送我借里的 我会尽快还的 我又被人投诉了 不仅仅是投诉 人家还有视频 你看看 城管暴力执法 殴打八群老太 队长 这视频是让人恶意剪辑过的 我根本一下就没碰过她 现在 重要的不是你碰没碰她 而是这个视频 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人家不会骂你恐吓 而是骂城管 你这次的失误 会让我们整个城管队伍蒙修 这 这 这不起队长 我知道错了 你去解分检查 现在就去 是啊 这么晚还没睡呢 你在干嘛呢 还在弄计划书啊 对啊 我看看我这个创业计划书 看看有什么可以需要完善的地方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 你是不是又在想什么坏主意 你 小骞子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其实我还是特别想去法国看李昂 不过我有朋友可以支援我 那是西西还是佳佳 我知道 如果我介意的话我可以不去 你去吧 真的啊 既然你那么想去的话 你就去吧 至于还钱的问题你不要操心 你在法国呢 好好吃好好玩 我把私房钱都占助你 这样也要够你大吃一顿了 小骞子 你对我太好了 谢谢你 你看看 回来了 小浩 你跟那老太太打架怎么回事啊 没伤着你吧 我没和老太太打架 不是 这事你们怎么知道的 你快过来 给 你自己看看 这 这视频怎么溜出来的 你知道那老太太多大年纪了吗 你怎么对一个老人家动粗呢 爸 我没碰她 是她自己碰词的 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 作为一个公职人员 你始终要明白 你代表的是政府 要对人民群众和爱 要心平气和地交流 你都忘了吗 你先别打断我 咱先抛开你公职人员部署 这么一个大小伙子 对一个老太太动粗 你简直不可原谅 爸 我真的没有碰她 我是被冤枉的 冤枉 冤枉这视频怎么回事 你没听儿子说吗 那是被碰词啊 我发现你这个人 永远是这样 永远搁不准往外拐 永远不听儿子解释 真是 喂 佳佳 你忙完了 我这边有点事啊 一会儿我给你回过去 你也看见那视频了 没事 没事 佳佳 你听我解释啊 佳佳 佳佳 你送她戒指了 妈 妈 当然是假的 你说 这个姚佳人怎么这样啊 你都被人陷害碰瓷了 他对你一点都不关心 就问戒指的事 来来来 你过来过来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说什么呀 儿子已经被人欺负了 你还骂他 你真是慈母多败儿 你就惯着他吧 我惯着他 儿子都已经这样了 你都不知道安慰安慰 你还看 够了 怎么就没一个人理解我 你怎么就不理解孩子呢 真是 以后赚大钱啊 我们就一起去巴黎 我们去卢浦宫逛博物馆 然后再去巴黎铁台底下的行长木马 然后再去吃一顿法国大餐 怎么样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 可我怎么吃都吃饭了 嗯 我就送你到这儿吧 你不进去吗 我怕进去之后 看到别人用一顿饭把你骗嘴 至于吗我 其实呢 我是怕进去之后 你舍不得我不哭不一哭 怕都有客 那我走了 我走了 你叫我好自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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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你要乖哦 你叫我好自家哦 走了 我走了 我来去 欢迎 mistaken 我不喜欢 我不哀愁 Huh 嗯 嗯 这么两个 ride 我要一个带衣服 小贾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订婚钻戒是骗你的 我从来都没有让你买过钻戒给我 你可以不买 但你不能买个假的给我呀 让我在朋友面前丢尽面子就算了 那你连订婚钻戒都能买假的 那你让我怎么想呢 我现在都不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爱我 你不知道我是不是真心爱你 我要不是真心爱你 我干吗在家爱妈妈 还屁点屁点跑你这儿再挨一顿骂呀 是 我承认我买了假钻戒 可但是因为 反正我算是明白了 我做好事永远没人知道 我只要出一点差错 一定会被揪着不放 我都被人挂上视频首页了 我都被人挂上视频首页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怎么样啊 好 云飞哥 你去哪儿啊 我去法国 你也去法国 你去法国干吗呀 我去法国跟几个客户见个面 谈点事情 顺便我倒想看看这个李 到底有什么魅力 把你迷的武艺散到 我记得你以前 对塞车不感兴趣的呀 我现在感兴趣了 不介意我跟你一起看看 不介意 走吧 你好 请问最近的地铁站怎么走 嗯 从这边往前直走 23号门 进去下一窝就是地铁站 谢谢 二十三号 下一 二十 欣欣 你怎么出来了 你是不是忘带身份证了 我马上回去帮你去 怎么了 我不去法国了 为什么呀 舍不得你 我已经让秘书给我安排好了 我们一下飞机 就入住空宵本城后 这个酒店条件最好 而且离比赛现场最近 看完比赛之后 我就带你去吃法律大餐 旁边咳嗽 怎么样才谈谈 喂 黄总 爱的角色已后换成我 你渴望的梦让我守护 是第一个主板那个黄总啊 你跟那剧店有合作啊 有啊 一直都有合作 前段时间 他本来想给挣钱投资的 后来突然间又撤资了 你知道怎么回事 这事挣钱没跟你说过吗 什么事啊 其实不是黄总承资 而是承博夫 条件就是让挣钱离开你 他全都没错我也丢了 到底怎么办 我实在不忍心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 把我大餐再好吃 也没有你给我买的鸡蛋罐饼好吃 傻瓜 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吃鸡蛋罐饼 挂购 决定我心里唯一的你 交出全部也愿意 你是黑暗夜里 孔浩他妈 喂 阿姨 你别急慢慢说 什么事 什么情况小宝 孔浩他妈说他离家处走了 都怪我 浩子为了帮我要账 去的那个海鲜大排档 然后被人拍下来了 诬陷他说他暴力执法 但是我发誓他绝对连 碰都没碰那个老奶奶一下 现在别说这也没用呢 赶紧先找到浩子再说 他经常去的网吧餐厅我都找过了 找不到他人 我找到孔浩了 在学校足球场 你先打个电话给李阿姨 我去打辆车的电话 不是 他在联系的时候 他在联系地里 我也不听不懂 我跟他一样 他想办法 他想办法 卖了 何必你 不想办法 就算了 他来 рус佛 你不想办法 求联系 你什么想办法 回家吧 半年前 全面像他那样 我用不给你了 现在都没有 怎么刚做学校半年 眼睛也变了 就这人 这到底也没什么 小昊 口号 开 你干什么呀你 你搞什么名堂 小昊 妈妈妈来了啊 没事了 跟妈妈回家 你妈跟你说话呢 小昊 口号 你先不换衣服去吧 小昊 你 你不生我气了吧 我们还在这儿呢 能够找你说话吗 媛媛 走 听话 跟妈妈回家啊 妈 您想干什么呀 您想逼死我 是吗 是我死了 你就开心了 你干什么呀 小昊 小昊 你干什么呀 小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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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小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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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小昊 小昊 你干什么呀 小昊 好 好 妈妈错了 不是妈妈的错 妈妈再也不逼你了 儿子 求求你了 跟妈妈回家好不好 求求你了 你别吓唬妈妈 孔号 走吧 孔号现在情绪还不稳定 等她稳定下来了 我亲自送她回去了 那就麻烦你们了 都应该做的 我们先走了 孔阿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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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少说两句吧 真是我把我气死了 孔阿姨 孔阿姨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我一天都没吃饭 身上一点劲都没有了 那你等一下 我去给你做碗面 你休息一下 佳佳 还是你对我好 我一定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那你妈要是不同意 哪儿还有什么一辈子啊 我一定会让我妈同意的 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 我会难受死的 我以后一定会买一个真钻戒补偿你的 你就原谅我吧 求求你吧 原谅我吧 好嘛 那我去给你做面 你先休息一会儿 去找吧 就这 你先休息一会儿 阿姨 阿姨 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以后我经常来看你们 小泽有空清探了我 好 拜拜 好嘞 拜拜 坐坐坐坐 你要的钱了 你怎么要的 上次耗子的事呢 就说明这家人是吃软不吃硬的 所以呢 我进去就装作是顾客 就跟那个老太太聊天 老太太说 她儿子老大不小 没有对象啊 我就说帮她介绍个儿媳妇 结果老太太一下子把我当自己人了 接下来嘛 事就好办了 厉害呀 挣钱 要账嘛 就是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不同的账也有不同的药法 来 给你爸妈交差吧 谢谢倩哥 没事 这钱我都点过了 是对的 来 你拿着 不不不 我举手之劳 举手之劳 你麻着我还有事要求你 24位 老太太 霍 几下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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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